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房间的时候 我一说我要做视频了 咱家老王就出去了 正好昨天老板弄了这个鞦韆 没有人坐 我看这地方挺好 我就坐到这儿跟大伙聊天吧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昨天我做了一个视频 我说未来我可能在旅居的路上 有些朋友在评论区或者私信挺感兴趣的 然后就问我说 大姐 那旅居的费用高吗 我坦白的说 非常真诚的说 肯定要比在家多花钱 因为在家你不用租房子 对吧 你不出门 你没有交通的费用 那么旅居头等大事就是租房子 今年在西双满纳 房租还贵 是一个不小的开支 而且一来一回的机票一个人也得两千多块钱 所以肯定要比在家费钱的 但是我为什么动了这个执念呢 有些老的粉丝朋友都知道 我在葫芦岛居住 你们可以收下葫芦岛那个地方 其实我作为葫芦岛人 我真的不想在这里说的太多了 但是那座城市确实留给大家很多的伤痛 什么原因呢 你们收一下吧 我就不在这里直白地说了 也怕平台审核不通过 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 我们无力抗争 真的无力抗争 如果我现在选择去沈阳买房子 一个是沈阳的房子太贵了 说心里话我买不起 即使是能买起 沈阳的冬天太长了 从十一月份一直到来年的四月份 而且不是所有的小区供暖都那么好 冬天的菜价也很贵 将近半年的时间是在寒冷中度过的 另外春秋那个风也很大 所以整个东北的环境就是这样 但是沈阳作为大城市 说心里话我还挺喜欢的 在那升在那涨的 交通也非常好 但是如果现在让我拿出嫩大一笔钱买房子 以我这个年龄 我觉得也不太现实了 如果二十年之前 介于这种情况 那么在金钱和健康的选择上 我认为 那我为什么不这个时候 舍去金钱来换取健康 到处走一走 游山玩水 看外面的世界 想外面的美食 然后享受南方温暖的天气 关键是空气 我在这里边 我着重地跟大家提示这个空气 也就是为什么我想离开葫芦岛 想在外面旅居的原因 因为云南的空气好 它的森林覆盖率是百分之八十多 所以它含养就高 因为你在北方 你感冒一次 你废的多多少少都要被感染 你看有的人就是九壳不育 我就属于那种的 所以最早的时候就有钙发点 然后这几年还有这么多的节节 其实你每一次感冒 每一次废的感染 或多或少都要留下一些东西 有的时候我这个气管发炎 都延续半年 这个支气管的炎症 所以说心里话 有的朋友就觉得 出来发钱太多了 我的晚年生活需要钱来支撑 我现在是想开了 这个时候我花钱 换取的是我优质的生活 享受新鲜的空气 看这么美丽的风景 那么我为什么一定要把钱 攒到最后我有病了去治病呢 一定要攒到我去抢救呢 因为我已经很早的时候就明确了 我绝不抢救 对吧 如果得一些不好的疾病 能够治的顺其自然 如果说发现就不行了 我就放弃治疗 没有意义 有什么意义啊 全中国有几个夜谭呢 是不是 如果夜谭女士的病放在普通老百姓身上 是无可逆转的 因为它已经转移到骨头了 它用的药非常昂贵的 我们是治不起的 所以在能够避免的这个时间里 我选择逃避 选择避免 然后呢 用金钱来换取我 吸取外面新鲜的氧气和空气 我为什么要待在那块 让自己闷闷不乐呢 我是出于这个想法 当然了 如果一些朋友啊 生活的地方非常好 像大连啊 成都啊 重庆啊 还有南方的一些城市 我认为 就没有必要像我这么执着了 是吧 因为你们那块空气也好 是吧 阳光也好 我有我的问题啊 所以我是出于这个 今天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下期视频继续聊啊